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身材矮小 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 他是史上最强的黄种人狙击手 在二战中他共狙杀了367个敌人 是苏联军队里的超级英雄 这个憨厚的男人叫做谢苗诺莫科诺夫 厄温克族人 诺莫科诺夫出生在一个贫困的猎人家庭 从7岁起他就拿枪打猎 因为势力惊人被族人视为鹰野 厄温克是一个传统的狩猎民族 分布中国和俄罗斯的分界民族 在我国厄温克族是56个民族之一 在俄罗斯被称为通古斯人 这期带来俄罗斯二战剧 狙击手2 通古斯人 这部影片是根据史上最强 黄种人狙击手的原型事迹改编 苏德战争爆发后 41岁的诺莫科诺夫应征入伍 在部队大家都叫了通古斯 因为身材而小其貌不扬 一直不受重视 屡遭嫌弃的通古斯 只能在医疗对台担架 1943年光头将军 接到一项艰巨而凶险的任务 夺取希特勒最新秘密指示文件 为确保任务成功 将军挑选了四名刚毕业的 优秀女狙击手配合行动 年轻貌美的女兵们来到前线车站 负责接应的狙击队长 一脸嫌弃 她要的是狙击手 却来了几个花瓶 交接了少校告诉队长 他们是学校最优秀的射手 你就别嫌弃了 彭古斯搭上了狙击队的便车回医院 殊不知危险正在等着他们 一只德军埋伏在他们前进的路上 德军的目标是活捉一名苏联军官 狙击手的车偶然跟军官的车队碰在一起 天下起了雨 正是猎杀的好时机 德军的狙击手埋伏在路上 队长古斯塔夫下令射杀最后一辆车驾驶员 独死车队后退之路 苏军车队进入伏击圈 强声异响 后面驾驶员当场死亡 前面两辆车陷在木桥上 苏军所有人下车隐蔽 大鱼泵河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里 同古斯以猎人敏锐的势力看到了敌人 告诉狙击队队长 敌人狙击手就在对面的树上 德军狙击手开始射杀 一枪一个枪枪夺灭 队长用镜子一招 敌人果然在树上 于是狙击枪射击 击毙了一名敌人 击过反攻的苏军也被敌人击倒 还没上过战场的女兵惊慌失措到处乱跑 队长去拉女兵回来 却被敌人狙击手打中肩膀 一个受伤的军官是德军的目标 苏军被狙击手压制 德军士兵趁机劫持军官 队长迅速开枪 打死了几名德军 军官趁机逃脱 敌人眼看劫持失败 开枪打死了逃回的军官 德军开始撤退 由于看不到苏联狙击队长 胡斯塔夫开枪打中外挂油头 瞬间大火烧了起来 惊慌的女兵再次跑出去 胡斯塔夫瞄击女兵开架 队长追上来挡住了子弹 此时苏联员军感到 再想射击已经来不及了 胡斯塔夫只好迅速撤离 狙击队长牺牲 光头将军深受打击 当务之急 再找个优秀的狙击手代替 手下推荐了通古斯 说他是传奇的猎人 曾经在500米外打中手表 看着其貌不扬的中年大叔 将军要亲自检验 500米外放了个小铁罐 给了通古斯一把狙击步枪 但是他又不习惯 换回普通步枪 通古斯瞄准开枪 拿回罐子一看没打中 通古斯却说 他打的不是罐子 而是竖上松鼠的眼睛 看他们不信 通古斯跑过去 把松鼠捡了起来 将军盯着松鼠看了半天 嘴中露出了笑容 就这样 通古斯当了狙击队长 开始了狙击手的荣耀之路 通古斯带领四个女兵 开始战前强化训练 固定了目标 女孩们百发百中 移动目标 却没有一个人能打中 在学校的优秀狙击手 到了实战 却是个菜鸟 但是没有时间给他们适应 只能在实战中成长 前线的苏军 每天都被德军狙击手射杀 将军让通古斯带领女孩 消灭敌人狙击手 第一次上战场 通古斯伪装开枪 令德军狙击手暴露 敌人果然上当 开枪击中通古斯背上的假人 通古斯假装被击毙 敌人得以洋洋抬起头 女兵逮到机会 果断开枪击毙了德军 明明德军狙击手见势不妙 悄悄撤离战场 德军的侦察兵不断被射杀 苏联士兵只知道 德军狙击手在对面的树林里 两名军官跟着通古斯爬出战壕侦察 来到废弃坦克的后面 通古斯要一名军官躲到坦克下面 而他和另一名军官 继续寻找德军狙击手 这时和对面来了几个德军打谁 通古斯连开五枪 干掉五个德军 可是躲在树上的狙击手 仍然无动于衷 躲在坦克下的军官眼镜反光 德军狙击手发现 坠着他就是一枪 索性只是打中眼镜 德军暴露 通古斯迅速开枪 打死了一名狙击手 同时他们也暴露了 战壕里的德军向坦克开炮 猛烈的炮火炸得浓烟滚滚 通古斯他们趁机撤离 狙击小队两场战斗零伤亡 击毙了两名德军狙击手 灭了敌人的威风 重振了苏军的士气 通古斯带领四名女狙击手 接连伏击德军 提高了女兵的心理素质和射击技巧 但是好景不长 德军很快开始反扑 一时德军准备偷袭苏军的战地医院 一个少校军官在树林发现埋伏的德军 少校立即跑回医院报信 德军狙击手一枪击中了他 德军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合围 现在提前惊动苏军 德军狙击队长 古斯塔夫自信地说 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去 通古斯发现了在草丛里的敌人 果断开枪击毙 树林里德军狙击手开始肆无忌惮地射杀苏联士兵 狙击队搜索树林里的敌人 一个也没找到 这样太被动了 得想办法 要让敌人的狙击手暴露 一个女兵跑出去吸引敌人 树上的狙击手开枪没有打中他 通古斯发现他 一枪将其击毙 德军狙击队长在一千米外 一枪打中了女兵 古斯塔夫不愧是神枪手 最后德军坦克步兵开始进攻 坦克猛烈炮轰 防卫医院的兵力有限 举特伤员拿起武器冲进战壕 奋力阻击德军 苏联的狙击手枪枪毙命 可是敌人太多了 而且对付不了坦克 野战医院遭到攻击 苏军紧急呼叫大炮支援 医院外的战斗越来越激烈 喊克乱轰机枪狂扫 苏联士兵不停地倒下 一让喊克冲进了医院 对着里面的人狂扫 通古斯一枪击毙驾驶员 苏联的炮兵支援开始 这回轮到德军被虐杀 密集的炮弹全面开发 德军苦风瓦解 死伤惨重 德军指挥官和古斯塔夫 也被炮弹击中 活着回去的 也是寥寥无几 这一战苏军最终惨胜 实际已成熟 将军派上尉 带领通古斯的狙击小队 空降到德军后面 会和已经潜入的侦察兵 夺取希特勒的绝命作战计划 狙击小队悄悄降落在德军后面 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 赶到行动地点 德军特使布尔特少校 接待着希特勒的秘密作战计划 从专列下来 布尔特准备前往德军司令部 上车之前 他意外看到了老朋友 古斯塔夫 古斯塔夫前前遭到炮击 炸毁了左眼 不能再胜任狙击队长 只好被调回国 另一面 通古斯的狙击队 已经埋伏在布尔特必经之路 特使的车队急速而来 进入伏击圈 通古斯率先开枪 其他战士也同时开火 侦察兵冲上去 杀了关底的守卫 火车站的德军 听完特使车队遭到袭击 古斯塔夫也不回国了 立即前往事发地点 苏军成功借助德军特使的车队 布尔特装死逃过一劫 上尉拿到了绝密文件 迅速撤退 狙击小队垫后 丢了绝密文件 特使也是必死无疑 布尔特正要举枪自尽 古斯塔夫及时赶到 阻止了他 从他口中得知苏军逃跑的方向 古斯塔夫集结兵力追捕 四名女狙击手到达集合地点时 他们震惊地发现 侦察兵都已被杀害 正当姑娘们感到疑惑和惊恐时 汗变的上尉从树丛里钻了出来 接着德军出现 包围了女兵 女兵也只能放下枪 通古斯也赶到了集合点 但一切为时已晚 手下一被活捉 德军机追回了绝密文件 又抓了五个俘虏 正在喝沁公酒 德军将军想用狩猎方式 猎杀四名女兵 将军发话别人反对也没用 四个女兵被感到陌生的丛林里 女兵不知东西南北 更不知道往哪里才能逃生 但他们知道 通古斯一定会来救他们的 想活下去 必须寻找机会消灭狩猎者 女兵在前面跑 德军狩猎队伍在后面追赶 还不停开枪 是吓唬女兵使劲跑 接着往往最得意忘形的时候 就是他们的死期到了 这些德军也没有意外 一个落单的德军军官失去了目标 被藏起来的女兵 一目棒打下马 女兵上前捡起枪 一枪解决 另一方面 德军开车追赶两个女兵 他们不急于开枪 享受着狩猎者的愉快 这时通古斯出现了 瞄准车上的军官 另一女兵跳入河里 用芦苇杆呼吸 潜入水中 躲过德军的搜索 一个德国兵下河搜索 拿到枪的女兵赶到 一枪结果了她 德军特使瞄准了一名女兵 紧急之际 通古斯跳上特使的马 劫持了她 还有一人爬上树射杀德国兵 爬得越高 就越容易被敌人发现 将军带她后面举几枪 子弹打中了女兵的肩膀 将军以为她死了 德以洋洋为她打中猎物庆祝 与兵接了拿起枪 一枪打中了将军 德军将军被救回 告诉古斯塔夫特使被抓 他知道太多秘密 不能被俘虏 话没说完就断气了 古斯塔夫逼问投降的苏金上尉 树林里还有个狙击手是谁 怕死的上尉如实招来说 那是狙击队长通古斯 转身 古斯塔夫就给了她两颗子弹 通古斯找到了受伤的女兵 他们没有杀掉特使 因为她掌握着绝密文件的内容 把她俘虏回去 也能完成任务 通古斯让女兵们 先带俘虏过河 然后把木桥烧掉 她留下了引开德军追踪 为他们争取时间 古斯塔夫跟着血迹追来 追到河边 血迹没有了 古斯塔夫突然发现上当了 想要返回已经迟了 通古斯举起枪射击 没打中古斯塔夫 却打死了她身边的人 古斯塔夫追着通古斯射击 两个神枪手 你来我往 边跑边射击 最终通古斯技高一筹 打中了古斯塔夫 四个女兵压着德国特使 一边过河 一边放火烧桥 两个德国兵赶到桥边 双方开枪 一个女兵重弹 掉到了河里 通古斯赶来 击毙了木桥边的德军 他们以为全部消灭了敌人 有些得意忘形 没想到古斯塔夫没死 跑到河边的树上射击 通古斯挨了一下 慢慢地倒了下去 还剩一名没受伤的女兵 举枪还击 一枪击毙了德军狙击队长 狙击小队除了一人 其余的都受了伤 最终艰难地回到了苏军阵地 完成了任务 这个故事是根据苏联 传奇黄种人狙击手 谢苗诺莫科诺夫 真实故事改编 苏德战争结束后 根据他服役的部队统计 诺莫科诺夫 共杀死了360名德军 包括一名德军少将 德军投降后 诺莫科诺夫随部队出兵中国东北 他又击杀了七个日本关东军 在狙击手云集的苏联 杀死367名敌人 也是个伟大的成就 但诺莫科诺夫只获得过 红军训章和红旗训章 也许是因为他是黄种人 受到苏联当局歧视 违背授予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 对此 莫诺科诺夫从没有抱怨过 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 真正的英雄更不在乎名利 有点女人被德军蹂躏 叫声越大 纳粹正越兴奋 丈夫眼睁睁地看着 却无能为力 万分痛苦地看着妻子被活活烧死 原来男人得了一种罕见的怪病 妻子被蹂躏时正在发病 男人清醒后 挖出藏匿多年的旧枪复仇 将愤怒悲伤发泄在纳粹身上 德军一个个在绝望中死去 俄罗斯战争片《老枪》 享受了一个小村庄的老师 遭遇全村被屠杀 妻子被蹂躏致死 奋起反抗最终一人击毙一队德军的故事 情节紧凑画面激烈 一部极具俄罗斯风格的战争拳 资源紧缺 想要原篇地在评论区留下老枪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 苏联没想到德军的攻击来得如此突然 全苏联的人都被打懵了 包括斯大林也没有做好准备 苏联节节败退 很快德军就逼近莫斯科 佩加是罗斯托夫郊外一个小村庄里的老师 战火越来越近 很快蔓延到了附近的村庄 苏联后方医院里 佩加的妻子柳巴正在给商员缝合伤口 商员说红军准备放弃莫斯科 柳巴回到家跟佩加说准备逃命 佩加认为自己置身于政治之外 本本愤愤不对抗当局 就会置身于战争之外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 前线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也没能挡住德军入侵的步伐 红军撤退时 把一个商员留在了佩加的骨仓里 德国人进村了 一个来不及撤退的红军被击毙 侵略者实施宵禁 武器和弹药必须交出 否则就会被枪毙 红军送给小男孩一枚子弹 被德军发现 德军在搜索骨仓时 开枪扫射 打中了商员没有知觉的大腿 夜晚佩加走暗道 去找红军将商员带走 但是找到的 只有红军的尸体 他们在撤退时遭遇德军 全体壮烈牺牲 这时村里的女孩被迫陪伴德军喝酒 一个喝醉的士兵闯进佩加的房子 逼迫佩加妻子 到骨仓满足她的欲望 索性小男孩叫来其余的德军 柳巴才躲过一劫 天亮佩加带回药物 夫妻俩帮商员取出子弹 最终商员还是没有挺过来 夫妻俩在处理尸体时被邻居发现 两人惊慌回家 尸体也顾不及处理 佩加的一个学生要求回家被拒绝 小男孩爬窗逃走 佩加追了出去 他们逃过了屠杀 小狗对着骨葬不停的狂叫 引来巡逻德军的注意 士兵打开门 看见一具尸体 小村长的灾难很快来了 柳巴被押回德军住地审问 村民全被赶出来 集中屠杀 老人孩子 妇女 无依幸免 佩加在树林听到枪声碗悔改 回到村里 到处是被德军屠杀的尸体 佩加疯狂地找妻子 屠杀的地方没有 家里也没有 加安道前去德军的住地寻找 而柳巴正在被德军殴打审问 得知他只是一名护士 没有价值 犹如禽兽的纳粹士兵 将他抬上桌子 轮番蹂躏 不够尽兴 用喷火器喷火 围堵惊慌的女人 女人惨叫声越大 纳粹就越兴奋 佩加从安道出来 已经精疲力尽 这时他的怪病正在发作 听着妻子惨叫 艰难地爬出来 妻子撕心灭肺地求救 她在远处却无法动弹 绝望中 眼睛睁得看着妻子被玩弄 被活活烧死 第二天 佩加恢复了 她务必愤怒地挖出 藏在地下的旧枪 她要复仇 为妻子为村民 要纳粹血债血偿 佩加利用村里连接 德军驻地之间的暗道偷袭 面对人数众多 又凶残的德军 她只是个文弱书舍 自知不是对手 硬刚不行就秩序 她悄悄爬上钟楼 撞向大钟 吸引德军过来 德军爬上钟楼 佩加敲落挂起的大钟 砸中一名德军 正德军在解救 被大钟压制的士兵 佩加前回仓库 打烂了电台 没有电台联系 纳粹军官派两名士兵 骑摩托去搬救兵 佩加走岸道超近路去拦截 赶上摩托 一枪打死一个 在想开枪时 枪却卡住了 佩加拿起斧头 冲上去拼命砍 直到斧头砍断 才停了下来 佩加拖着疲蔽的虚体 回到岸道下 迷糊中 突然想起和妻子的美好时光 突然被惨叫声打断 德军正准备 方被大钟砸中的士兵截肢 小队中没有医生 也没有截肢工具 一名士兵找来一把生锈的斧头 在火炉烧热 就把同伴的腿砍了下来 而佩加正在破坏德军的车辆 身后小男孩福德卡提醒他 有德军来了 佩加躲过了德军 小男孩却被纳粹军官发现 军官准备开火 佩加发现率先开火 小男孩躲过德军猛烈的射击 两人躲在了岸道下 原来小男孩从老师家跑出来 就躲了起来 饿了出来找东西吃 此时佩加的怪兵又发作了 没有肾上腺素 他随时可能窒息丧命 在这关键时刻 佩加想起妻子曾经说过 用盐放在舌头底下可以缓解 于是小男孩就去德军仓库找盐 回来时 佩加已经奄奄一息 小男孩终于把盐塞到他的嘴里 终于他活了过来 小男孩掏出偷来的面包 你一口我一口吃了起来 吃饱休息好 两人准备回村里 但是暗道口被截肢的德军堵住 没办法只能翻墙出去 还没翻过去 就被德军发现 他们在前面跑 德军在后面追 于是两人分开跑 佩加开枪吸引德军 小男孩逃脱了 佩加挨了一枪 仍在顽强反抗 最终被德军包抄俘虏 纳粹军官用小男孩威胁佩加 说出暗道 但是被佩加识破 他们没有抓住小男孩 趁德军转身抽烟 佩加爬起来 跳进水井逃跑 德军往水井开枪 扔手榴弹 静运的佩加被逃难的村民救起 又躲过一劫 村民修整好要继续走 佩加醒来 坚持要留下 他拖着伤回到村里 四处寻找小男孩 但是没有找到 佩加顺手拿上一个野兽夹 回到暗道 埋伏好陷阱 引来一名德军 德军在七个的暗道 踩上陷阱 佩加又解决掉一名敌人 德军正在加强戒备 维修好车辆就进城 纳粹军官清点人数 才发现少了一人 而佩加已经前进仓库 里面维修电台的士兵毫无察觉 电台修好 转身要去报告 佩加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枪声惊动了院子里的德军 德军马上进入战斗状态 佩加爬出门口的掩体 白弄着眼前的机枪却不会用 敌人靠近 佩加只好拿起冲锋枪射击 德军对掩体猛烈射击 佩加趴在眼底下豪化无损 德军疯狂射击毫无用处 军官下令停火 指示士兵从防顶攻击 士兵正在靠近 佩加还在摸索机枪 不打物状打开了保险 按下开关一顿乱射 打中了防顶士兵 接着哪里有德军露头 就往哪里扫射 佩加按下开关疯狂扫射 直到子弹打光 一名士兵出来投降 被军官一枪爆头 佩加回到仓库找弹药 在手榴弹箱子里 还有使用双鸣 佩加按照图纸操作起来 德军又发起新人射击 冲锋枪 恒火器 红射射击 佩加拿起手榴弹扔出去 吓死一名士兵 在爆炸的掩护下 佩加又跑回暗道 军官和一名士兵追下暗道搜索 在昏暗的地下暗道里 前面有点动静 就疯狂射击 走近一看 打死的是自己人 佩加艰难地回到村子 伤口还在流血 德军找到出口爬上去 士兵在检查骨仓 军官去检查房子 骨仓里的干草 被佩加倒上汽油 士兵进来开枪扫射 佩加点燃干草 将士兵反锁在骨仓 大火瞬间吞没骨仓 士兵葬身火海 纳粹军官在房间找到了小男孩 威胁佩加放下武器 突然小男孩一口咬住德军的手 佩加趁机上去夺下手枪 两人在雪地里扭打在一起 佩加不是军官的对手 被军官压倒狠揍 左一拳右一拳 小男孩拿取木棍 给军官当头一击 军官昏头转向倒地 佩加也筋疲力竭 两人艰难地爬起来 军官爬起 要将佩加踩到脚下 不顺脚下打滑 好弄刚好卡在破窗户的玻璃下 就这样 这支德军小队 被佩加一一解决 最终男孩搀扶佩加向城里走去 路上坦克缓缓驶来 红军开始反攻 胜利在即 但佩加却永远地倒下了 是什么迫使和平主义者拿起枪 是侵略者的残暴 使这位爱好和平的老师变成魔鬼 亲人 学生 朋友 邻居 被残忍杀害 乡村老师跑回村子 发现到处是被德军屠杀的尸体 他无比愤怒 挖出埋藏的旧枪 疯狂复仇 让侵略者在绝望中一个个死去 俄国人是有仇必报 纳粹在苏联犯下罪行 后来德国遭苏联报复 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俄罗斯二战剧老枪 跟法国版老枪 故事剧情大致相同 很多人看过法国版 获得众多好评 德国原片更精彩